我有事想跟你聊聊 好吗 好 那么 现在聊 走 猴子 这个问题很老土 但我就是想知道 你究竟有没有爱过我 你走了以后 我有问过我自己 我总觉得 你比较像是我妹妹 有什么好东西 会想与你分享 遇到麻烦会想保护你 但对不起 我把这种感情 搓当成了爱情 我只是 这段日子我也不好过 忘掉你好难哪 我用了很大的力气 才慢慢地走了出来 猴子 至少我还能做你的妹妹 对吗 当然了 我就是不明白 我就是不明白 我到底哪一点不如蓝小姨了 你们 不一样 其实 她有很多地方不如你 但是我就是喜欢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那 她也爱你吗 她会的 我在努力 我在努力 小姨 喂 水管报了 好 好 我现在马上就过来帮你 好 拜拜 她家水管报了 她家水管报了 我要去帮她 好 我跟你一起去 你刚才不是说了吗 我是你的妹妹 没关系的 你怕她误会吗 走了 水漏到楼下就很麻烦了 走吧 你来了就好 你来了就好 你打给我的时候 我正送沈雪回家 所以 她就跟着来了 浴室水管报了 进来吧 谢谢 我们家比较小 让你见笑了 没有 挺好 挺 挺温馨的 请坐 我帮你倒杯水吧 我帮你倒杯水吧 不好意思啊 我们家没水了 没关系 我不渴 蓝小一 蓝小一 猴子真的很好 请你珍惜他 好了 任务完成 现在应该没问题了 谢谢 时间不早了 我送你回家吧 那你开手小心 你别忘了锁门 好 好 拜拜 销售部副经理为方圆 考察期为七天 若有一议 请于人力资源部提出要求 进行协商 方圆 恭喜你啊 邀请客哦 是啊 是啊 那是必须的 好好 请客请客 我长得定了包间了 你就知道你会敲我的主杠 小一 我们一起去吧 等一下 我这其实是后果的 你再商量一下 好 那小一 你去帮姜经理和我倒杯咖啡 去啊 不客气 我的咖啡怎么这么淡啊 姜经理那杯怎么却那么浓 奇怪啊 蓝小一道咖啡 也有上下区分啊 老板来了 开会了 开会了 你去帮我把这些文件复印一下 我没有时间 而且现在提倡环保 请你节约一点用纸 你今天必须去 我命令你必须去 我是销售部副经理 我有权命令你 你太过分了 你是怎么得到这个副经理 你背后做了多小小动作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是不是你去人力资源部造我的药 方圆 你别觉得我是软柿子 你就随便你 要想人不知除非几磨为 拜托你做事留点后路 方复经理 今天我帮你复印这份文件 不是因为我怕你 而是我遵守这个职场的游戏规则 你是上司 我服从于你 那么请你也遵守 请你明白 爱护下属 尊重下属 理解下属 这个衣服好看 你看 颜色多好看 你说那条裙子可好看了 好了 好了 这款经适合我妈好不好 你妈不爱穿这个 你妈爱混搭 你忘了 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啊 躲什么躲啊 做的事情又不是你 我不是躲 我是真不想搭理他嘛 你明明就是在躲他 你别说了 你衣服还买不买啊 不买了 我说你这是怎么了 一天都摆着脸 还是别人欠你几百万似的 为什么不敢跟人家打招呼 为什么要把我的手拿下来 我说你们女人啊 还真的就是小心眼 如果我真的跟人家打招呼了 蓝小意 你好 你肯定会说了 天飞 为什么跟人家打招呼啊 会不会 行 那为什么要把我的手拿下来呢 我冤枉啊 那时候我真想醒鼻涕 我还不是牵着你手吗 如果牵着你手怎么醒鼻涕啊 对不对 这个理由烂死了 你们不是已经分手了吗 为什么她也在上海 拜托 上海又不是我家呢 她想带就带 想走就走 再说呢 当年是我们先对不起她 现在她不来怪我们 已经很好 你看啊 你现在说话的立场就有问题 为什么是我们对不起她呀 爱情就如战场 胜者为王 败者为寇 更何况我觉得她现在日子过得很好 比你好 行行行 比我好 她过得怎么样我都不管她 洗身洗澡睡觉吧 明天我还得去借办公室 你是不是背着我跟她联系过呀 不然你今天的表情不会那么不自然 天飞 你可要乖乖的 要是被我发现的话 我可让不了你 谢谢 先生您好 请问有什么能帮您的吗 我刚好路过 想顺便看看 你往这边看 我们的这个楼盘啊 地理位置非常好 绿花率百分之四十二 而且如果你有孩子的话 也会非常地方便 你看 这里我们自己的社区的幼儿园 而且呢 还有很好的这个学区 那这里的每套房 都是精装修交付的对吧 对啊 我们的主力户型就是一百四十二的 这个舒适三卧 这是楼书 要不您看看 不用看了 这样 小姐你帮我直接订一套吧 好吗 真的 好的好的 吃点吧 来吧 谢谢 来 你也吃点 吃饭了 我来看一下啊 我这里有五万块钱 我妈能给我十万 然后这两笔叶 我提成是九万八 最共是二十四万 我买的是手套房 然后可以首付百分之三十 这样的话我就可以买 八十万的房子 八十万 在上海买房子 买不到 我看这事还是先缓缓吧 你说 好 你说是不是 就这么一点钱 好像不太可能 如果真买得到也是偏远的地方 你们就别打击我了好不好 我真的一刻都不愿意再等了 你们知不知道我每天回到这个家里 躺在床上看着黑漆漆的窗外 我都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 那种感觉真的很不好 但是我的小姐妹 八十万在上海真的买不到房子 四五十平米的小房子 总能买吧 地段偏一点的小户型 我总能买吧 我们老百姓不求别的 就求个安身之处 这种要求高吗 这要求是不高 但最起码的要求总该有吧 是不是 地段不说是中心 总得离清地铁吧 要不你上班跑死你 我怎么说 方圆一公里之内 必要的生活设施 这必须要有吧 什么超市啊医院啊银行什么的 对不对 房间最起码要有两间吧 一间你和妙妙住 一间叔叔阿姨住 对不对 你买了房子之后 总该要装修吧 你上班那么忙 哪有时间装修啊 你可别打我主意 我肯定是不会帮你装修的 咱俩眼光又不一样 对不对 综合所有的条件来说 这房子现在是卖不得的 好吗 好 借用你介绍给我的那位 李柴博士先生的话 一切皆有可能 我就不相信了 我有钱我还买不了房子了 小姨 听着 就这点钱呢 你还是别折腾了 实际上我刚买了一套房子 你不介意就搬去住吧 我介意 我干吗要住你的房子啊 我拼死拼活赚钱 我就是要自己有自己的房子 我就是要看那个 大红色的本子上写着 男小一一三个字 好 好 你不愿意住就不住好吧 你想怎样就怎样 你要找房子 我们陪你看就是了 我周末就要去看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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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 咱们这要出上海了吧 还没呢 不过快了 这楼盘怎么这么远啊 今后上班 我还不成小长途了 还好吧 还没到昆山 爸 你看一下 像这个都是顶级的楼盘 本来这双面都有阳盘 还有像规划中的幼儿园 还有什么留到场所什么 像我都不方便 小姐 你看 这是规划中的幼儿园 这是规划中的双边面 这是规划中的轻轨 怎么都是规划中的呀 怎么又已经落实的 有啊 像这个高尔夫球场 现在已经开始营业了 高尔夫球场 我连高尔夫球杆都没摸过 这个对我来说没什么用 二银帮定的没 这位小姐是在谈的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快说呀 要不要了 你要不要快说呀 你不要我就要了 要不要 到底要不要 我不要了 你不要我要了 去 快快快 快 快 我们签个东西 签我带的 马上剥掉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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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最会编故事的不是作家 而是房地产开发商 房子旁边有一个小臭水沟 就说自己是清水住宅 远远的能看见一个小山的轮廓 就说是与山相伴的师版生活 你高校近一点儿 就说自己是 知识分子理想家园 还有更能编的 房子在偏僻的 无与伦比的郊区 偏要说未来三条地铁 畅通无尊 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小家 怎么那么难 小姨 昨天去开房搞定没啊 没有 专都没见着一块 就立了几个打装机 就开始卖房子了 又有一个高耳福球场 你说我要高耳福球场干吗 以前啊 我是没钱买房子痛苦 现在我好不容易 把钱凑够了 我怎么还是那么痛苦呢 你怎么就不去看 那个二手房呢 这二手房地段好 配套缺的 而且房子的优点缺点 也都一目了然 对不对 对啊 我怎么没笑起来呢 你提醒我了 我明天就去看二手房 喂 妈 我这几天看房子呢 那就是没有合适的 不是远远的要死 就是贵贵的要死 那你慢慢看吧 小姨啊 我跟你说件事 你爸最近几天 身体一直不舒服 胃疼 你知道 你爸喜欢硬撑着 我劝他到医院去看 他死活不肯呢 行 我明天请假 我陪他去看 你放心吧 行 那我先挂了 拜拜 爸 妖妖 妈妈抱抱了 宝贝 妈妈看看 又胖了 你们是不是该净减肥了 还减肥呢 你妈恨不得把它喂成一层小猪 咱们可不当小猪 咱们是漂亮的小姑娘 是不是 来 妈妈带你玩 得了胃快阳了啊 从现在开始啊 你得管住嘴 不许吃辣的 得注意 得注意了 没啥别没钱 有啥别有病 我们这个年纪啊 有没有钱真的无所谓 健健康康才是福呢 你炒菜了没有啊 还没呢 我们都饿死了 叫你先回来 就是为了炒菜的嘛 我怕菜凉了 又不剩你们几点回来 我这就炒 这就炒 本来我还以为啊 我得了什么重病 你们瞒着我 我一看你这态度我就知道 啥事没有 没有 待会儿你炒菜的时候 把门关上啊 别让人家跑出来 熊得妙妙了 好嘞 炒青菜 好嘞 好嘞